大家好歡迎來到RICO生活頻道 我是RICO 今天要做的就是我們這一家的花媽媽大雜燴 首先要先切一些蓮藕 紅蘿蔔 白蘿蔔 香菇 馬鈴薯 洋蔥 說實在我好像從來沒吃過的大雜燴這種東西 我媽每次都很勤勞的煮出一桌好菜 而且菜味應該不能算大雜燴 因為外面好像也點得到這道料理 接著還要切這個移動式蒟蒻 就可以在鍋中倒入一些油 花媽好像是水滾了就把東西通通丟下去 雖然說今天煮的是大雜燴 但我還是希望能煮成美味的料理 先把三色豆火腿丁丟下去炒 炒出香氣後放入德國香腸 洋蔥 蒟蒻 再加入水等它煮滾 就可以把剩下的金針菇 白花椰菜 火腿片什麼的通通放下去 然後加入一點柴魚粉 一點醬油 蓋上蓋子慢慢的把食材煮軟 煮軟後加入義大利麵 這義大利麵是我特別喜歡的牌子 因為就算再次加熱後也不會變得太軟爛 依然保持Q彈的口感 但我不會念它的牌子 有興趣可以自己暫停看一下 放進麵後煮個五分鐘 切一些蔥段撒上去 就可以撈起擺盤囉 這個樣子就完成花媽的大雜燴囉 試吃時間 開動囉 嗯 好像比想像中好吃很多 這味道吃起來有點類似關東煮 而且什麼料都有 吃起來其實還滿滿足的 雖然看起來有點雜有點餓 但家庭主婦的料理果然不容小區呢 該有的味道一點都沒少 好菜 好菜呀 而且配上義大利麵 有種在吃強棒拉麵的錯覺 那最後我就給知道料理一個字 砸 因為看起來很雜亂嘛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開鈴鐺 想看什麼料理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動畫片段我都放在IG了 想看就去找吧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吧 呢 我對你來這幾個的餅乾 我的樣子 我來著名喔 但這位我和你一首 人密壇 你很認真 我會有這棵協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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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他有所能決定的